龙珠超 只要掌握了天使一族的弱点 打败天使其实也很容易 就龙珠超目前几支的剧情来看 其实以战斗力来进行划分的神明等级主要如下 拳王、大神官、天使、破坏神 天使作为每一个宇宙的破坏神的监督者 其实力一向都是有目共睹的地 即使就连龙珠超中的主角孙悟空及北吉塔等人 也是望尘而莫及 以目前所知的剧情来看 身为人类的主角孙悟空虽然拥有接近破坏神的实力 但是想要达到天使的水准的话 估计是要等到无数的聚集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只不过虽然天使的实力虽然强大无比 但是就龙珠超当中的设定来看 其实想要打败天使并非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只要掌握了天使的弱点也就可以了 天使一族的弱点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弱点也就是天使所监督的破坏神 只要一死去 天使也就会陷入沉睡 尽管在力量大会的时候 被拳王所消磨掉的宇宙连同破坏神已快消失了 但是对于被消磨掉破坏神的天使一点的影响都没有 虽说这么的一种设定也不知道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突然间心绪来潮的设定 但假如该设定是有效的话 那么想要打败天使也就简单多了 对于主角孙悟空而言 只需要一个瞬间移动干掉了没有多大实力的剑王神也就可以了 剑王神一死 破坏神也死了 然后天使没主了陷入沉睡 第二个弱点也就是天使不得失去公正的立场 不然的话也就会自动消失 这么的一个设定主要出现在漫画版中 维斯带走正在特训孙悟空的梅尔斯时所说的 虽然也不确定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一名天使失去他的立场 但是个人估计天使不能偏向善恶二方的纷争 而出手的规矩应该是拳王所制定出来的 否则的话 以天使的实力而介入战斗之中 估计一出手都是神级的战斗 哪都没有必要让主角孙悟空出场了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尊重 itha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